四點二課,我們開始之前,首先要重溫一個概念 一個LCM的概念,即是最少公佩數的概念 例如,現在我們要計10和15的最少公佩數 以前小學會教你短除法 除完之後,我們又將左邊和下面的梳數字成為一齊 我們計到LCM是30 來到中國,當然可以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們先把10分開為兩個數字相成 2和5 例如15分開為兩個數字相成 這次是3和5 原來我們用乘除去考慮,10是由兩個數字組成的 15是由兩個數字組成的 而再想想,甚麼是倍數呢? 例如我講10的倍數,20就是2乘10 甚麼是10,那就是2乘5 例如甚麼是30,30就是3乘20 就是3乘2,2乘5 我們發現,所有10的倍數都是10乘1的數字 很簡單 但再想一想,就是 如果所有數字 如果把它拆開為不同數字相成 當中含有2乘5的話 我們便知道,它是一個10的倍數 所以現在我們只需要找一個數字 包含2和5,就是10的倍數 而這個數字,包含3和5,就是15的倍數 好,很簡單,如果這個數字同時包含2乘5,就會是LCM 因為它包含2和5,即是表示乘乘7乘10 即是10的倍數 同時,它又有35,即是表示是15的倍數 所以它又是10的倍數,又是15的倍數 而且沒有其他東西多餘 所以它是一個最少的公倍數,就是LCM,就是30 好,舉個例子,就是12和18的LCM 同樣地,我們將12拆開為一些數字相成 12可以拆為3、4 但未完的,因為4都可以拆成兩個數字相成 例如是22 同樣地,18都可以拆成兩個數字相成 例如是3、6、18 6,即是2、3、6 所以18也是這三個數字相成 好,我們要像上面一樣 想一個數字,又包含著這三個數字 又包含著這三個數字 如果你覺得很難想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寫得好些 就是我們寫回12,就是2乘2乘3 然後18,我們寫在下面 對齊 我們說大家都有2,所以就寫了2 但18只有一個2 所以我們就留空這格,上下對齊 而18又有3 所以我們就在下面寫乘3 但18有兩個乘3 所以我們開一棟新的,寫一個乘3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從這個表裡觀察到 大家都有2在 但12會多一個2,所以我們要兩個2 然後大家都有3 但18多一個3,所以我們要3 所以這個數字又包含著12 因為它有2,2,3 這個數字又是18的倍數 因為它有2,3,3 而且這個數字也沒有其他雜貨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最少的公佩數 它的答案就會是 36 所以這個數字又很好